婚前必须跟老公确认的三件事情 第一啊 他心里家庭成员的排序 能过下去 还能过得好的夫妻 一定是把彼此放在第一位的 那些鸡飞狗跳的婚姻 很多就是因为老公 把自己妈妈放在第一位 老婆呢 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而把彼此都往后排了 所以老婆委屈 老公觉得自己被忽略 夫妻之间 当有了空隙 谁都可以进来 那两个人感情 当然好不了了 第二啊 他处理事情的方式 能好好过下去的夫妻 一定都是有商有量 两个人在家里 不是去争夺话语权 而是给予彼此平等沟通的权利 但是有一些夫妻呢 做任何事情都不和对方商量 从来也不管对方的要求和感受 总是先展后奏 这样的伴侣 就没有家的概念 心里也没有你 时间长了 你跟他一起生活 会觉得特别的辛苦 没帮手不说 付出再多 好像也和他不亲近 不像一家人 第三 他解决矛盾的态度 夫妻没有不吵架的 但是吵架却不伤感情 就得看一个人 对矛盾的态度了 有些人一有矛盾 要么就是发飙人身攻击 说脏话 针对错 本来很小的事情 都能搞得两个人特别愤怒 互相伤害 那还有一种人呢 就是遇到问题 立马跑 冷战 沉默 敷衍 或者干脆当这件事情没发生 这都是不好好处理问题的表现 不愿意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那问题就会像雪球一样 越来越大 越滚越多 最后两人关系就这样破裂了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结婚 如果你的另一半 这三条 其中有一条 或者三条都有 那我就得劝你好好想一想 但如果你已经结婚了 碰到这样的老公 那你就要用一些方法 好好的去引导教育他 不然你们的婚姻 会让你特别难受煎熬